游浪殷田意外丧命成了孤魂野鬼 最倒在垃圾旁边又被垃圾回收车撞死 生前不怎么受欢迎和父母关系貌似也不好 游荡到工作地点同事竟在葬礼上开今日派对 对着尸体各种侮辱咒骂 这样看来自己的人生连垃圾都不如 突然脑海传来一个声音 不用怀疑你就是个垃圾 这句话整整重复了三遍 殷田暂时搞不清状况 所以接下来会怎样呢 神仙姐姐表示 你需要好好检讨浅薄的人生 说不出来就代表经历的是一闪而过 没有成为人生积累 殷田同意神仙姐姐的观点 这样的葬礼已经说明一切 自己的人生本来就一无是处 没有希望 没有梦想前路渺茫 好不容易捡个烟屁 又没打火机 像路人界根本没人回应 魂环小山突然冒出来搭话 你现在可是孤魂野鬼 魂人看不见更听不到你说话 只有魂环之间才能互相交流 一看你就刚死不久 不知道规矩很正常 不介意的话来我家住吧 两人来到一家乔麦面店 现在已经停业 四公奶奶虽然是活人 但知道我们存在 楼上一共住了四个魂环 这里不算宜居 但最起码有个住处 小木吐槽本来就拥挤 怎么又带回来一个 千里修大师也住在这里 生于公园1522年法号综艺 先后成为信长跟风尘秀吉的茶头 继承并创造了文明御室的草庵茶道 还有一个小岭天天瞎跑还没回家 樱田还是一脸疑惑 魂环竟然还要吃饭 四公奶奶应该看不到我们吧 大家表示没错 因为一个人生活寂寞 才愿意接纳我们 从另一个视角看 有点吓人 樱田正是向大家自我介绍 生前是个牛郎死于刚才 人生就像垃圾仅此而已 小木一脸震惊 这介绍也太潦草了吧 吃完饭一起出门去车站 顺便讲解规则 每个魂环都有张投胎轮回转世卡 如果对这个世界的流念和悔恨都已消除 那么就可以充值积分 去那里投胎成佛 但不保证会变成什么鬼东西 点背的话 说不定投胎成为苍蝇 午夜十二点 魂环投胎转世 樱田临行前 向大家表示感谢 然而刷卡的时候 却提示请充值 神仙姐姐差点笑翻 谁给你的自信能投胎 蠢货要先好好面对自己的人生 原来神仙姐姐就是小李 不良少女爱好整人 阿珊负责当何事佬 她缓和住局面 爱是人生中永恒的课题 小木只有弄明白才能顺利成佛 两个月前劳累过度 猝死在街头 时间全部被护士工作占据 没时间陪女儿小美 每天给500日元买便当度日 小美既聪明又听话 能看出老妈一点也不喜欢老爸 所以为什么要结婚呢 不是因为喜欢才结婚的吗 樱田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 你怎么看都不像人妻 关键还是护士 让人浮想联片 小木随后说起 老公就是个垃圾中的战斗机 死之前在她手机里装了跟踪软件 魂环界有自己的通信运营商 不用担心网络问题 软件显示正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既然那家伙如此差劲 不如我们冲进去闹一场 爽了不就能投胎了吗 三人根据定位来到一间高级酒店 魂环自带隐身属性一览无余 丈夫不想扶桑 只想和情人在一起 认为小木是个没相爱概念的人 就算跟别人结婚也一样 多年来我们都没有亲热过 随后当着三魂面 拿出戒指向情人求婚 嘴里说着 死过一次老婆可以吗 小木进入应激状态 蒙着床单掐住丈夫脖子 一番操作下来 心情变得越来越差 樱田一把抱住小木展开安慰 然后就被推下河堤 九死一生 回到家带着对女儿愧疚之情 躺着唱歌 突然玻璃被人砸碎 留下一个爱心形状的石头 所以爱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小山虽然也谈过恋爱 但完全想不出答案 小岭刚16岁 号称不懂男女之事 老秀有点尴尬 啥也没说 小木突然想到 还没问过闺女 暗 inf ミッキー 愛って何聞こえるわけないか え? あの時の アイとはどういうものでしょう 生まれてから死ぬまで 私は分からなかった でもちょっとだけ アイとは使わなかった500円玉だ 分かった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か 小山生前暗恋一個人不敢告白 他很有才華 也非常受歡迎 陰田納悶 為什麼不告訴人家心意 那是因為小山只敢說假話 片家里人一切安好工作也很順利 等有時間帶女朋友回家 實際上每天跟喜歡的人研究段子 當時一邊打工 一邊說相聲 之所以撒謊 是不想暴露真實的自己 老修是個同性戀 貌似跟信長有一腿 沒想到小山也是 對於同性戀而言 想表白真心困難 一旦失敗 連朋友都當不成 那樣的話 還不如一直騙著對方 反正生前是這樣想的 上學的時候每周五我們都會一起上台表演 很快校園生活結束 開始步入社會 西村掉往外地工作 以後不能相見 小山想利用最後機會表白 但就是無法說出喜歡你三的字 由於太過激動 沖入河中溺水身亡 這種搞笑死法還是第一次見 西村突然開始重操就業 今天正好禮拜五可以去看看 入場前給家裡打個電話報告死訊 告訴父母生前沒去上班 只想說相聲 還有自己是同性戀 根本沒有女朋友 說完一身輕 西村很有才華鬥的觀眾彭富大笑 表演結束 向三年前去世的好友致敬 同事問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西村回答是個自我認同感 低下卑躬去膝的傢伙 跟他在一起 會讓人沉浸在優越感中 可為什麼還要帶著照片呢 那是因為只要說出為過世有人而努力的話 觀眾就會買賬 那小子死得真可笑 當時差點笑哭 小山聽完失落至極 氣得把照片撕成兩半 殷田配合關燈 製造靈異事件趕走其他人 西村不僅不害怕 還很淡定的說 隨後給西村打電話 你剛才說的全是假話吧 就算是開玩笑也有點太過分 西村反問真假很重要嗎 你不也是滿嘴跑火車騙父母嗎 小山聽後啞口無言 打算以後不再撒謊說出真心話 初中發現自己跟別人有些不同 沒勇氣告訴父母跟朋友 感覺說出來他們也不可能接受 三年前的今天真的很冷 聽說你要去遠方下定決心表白 然而卻在關鍵時刻掉鏈子 所以死法是不是很搞笑呢 現在我要大聲說出來我愛你 西村一點沒感到驚訝 不用說也能看出來 畢竟我們從小玩到大 真真假假何必在意 隨後兩人像生前一樣互相開著玩笑 西村沒正面回應這份感情 但能看出兩人關係真的很要好 否則不可能把照片一直留在身邊 說的那些話並沒有惡意 真正的朋友才會這樣不是嗎 小山了解對方心意 徹底解開心結 好可憐 好可憐 很寂寞 謝謝 謝謝 如果我都沒有了 大家仲良好 好可憐 某間學校25年前發生靈異事件 一公每次巡視校社都能聽到詭異音樂 小林想儘快投胎 但就是不夠資格 兩個倒霉女生互相訴苦 不知該從何下手 小木一直好奇一件事 姑娘你每天晚上都去哪裡搞事 要不也帶著我一起吧 小林表示沒問題 時間回溯到25年前 那時候只有16歲 現在也是 活著的意義只有跳舞 每天只想怎麼讓動作更加利落 然後讓表情更加冷酷 精髓在於動作越難表情越酷 所以才會入迷這種舞蹈 面無表情是自己唯一長處 每晚回家 總有騷擾電話響的不停 老媽也每天一泪洗面 因為老爸永遠都不回家 這個家基本處於完蛋狀態 很多時候想哭出來又害怕丟人 即便看到父母掐架 也會隐藏真感情 跟同學在一起 甚至不敢露臉拍照 櫻田自從小山投胎久不離手 畢竟這是他人生中第一個朋友 小林看著朋友挺多 但都不怎麼交心 此前一個月 提議組建舞蹈社團 其他人覺得有夠無聊 不願參加 回過頭一想 人家只是把跳舞當放鬆 而自己是為了逃避現實 某天齒輪突然失常 大家一起去偷東西 只有自己被抓 然後他們就把我供了出來 從那時起徹底變成排擠對象 校園霸凌只是一方面 多方面因素加起來 最後打算跳樓自殺 結果只有手臂骨折而已 於是決定下一次一定要成功 小木不理解 你怎麼不哭呢 要是哭出來肯定有人發現 之後他們對自己的霸凌愈發升級 就算逞強也一直堅持面無表情 最後問一個叫美慧的朋友 如果我死了你會哭嗎 對方堅定的回答當然不會 就在當天縱深一躍 結束了這悲催的一生 可他們哭得令人難以置信 就像跳舞時一樣面無表情 真想和他們一起跳舞直到永遠 想問問後悔嗎 小脸回答多少點吧 但就算後悔也不能复生 所以才會幹什麼都生氣 恨這個世上所有人 導致無法投胎 這個學校會的幽霊 是我 我也是想要成仁 我也是想要成仁 哇… 長久了… 這裡過了… 這裡過了… 我只有90年代的幽霊 一直在這裡 這裡有真有的 好致吧 這裡有個幽霊 人們也聽不懂 我會覺得有什麼 人們聽不懂 這裡 這裡有死的事 羨慕 羨慕 我以前出過後 一層巡返的時候 大小聲聲音 一个女人出现在乔麦店门口 鹰田这个无知的蠢货还在睡觉 16岁被亲戚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光学校换了不下时索 开心的时候跟着瞎高兴 吃到好吃的食物又感觉很美味 是个单细胞生物 反正回忆过往也毫无意义 生前有为女生小菜吃情鹰田 消费从不手软 自带跟踪狂鼠性 就这样日复一日守护着这个男人 但没想到那天会被垃圾车撞死 鹰田醒过来看到一张纸条来到学校 原来他和小岭竟是同学 由于没心没肺 第一次见面没认出来 时间回溯到自杀前几天 鹰田听说他想自杀也想跟随 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两个生无可恋之人就这样约定一起死 结果小岭跳楼鹰田正好转校 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种鬼话小岭完全不信 难道你一点都想不起来我吗 小蔡突然冒出来表示 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吧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作为活人竟然能看到浑缓感觉不可思议 因为他爹是寺庙主持 而自己有通明能力 这辈子都不想忘记鹰田 还在肩膀上闻上他牛郎的名字 打算玩人鬼情未了 小岭让他滚出去 然而小蔡作为跟踪狂鼠之一切 事发当天你拖着鹰田 故意让垃圾车撞死 小木一脸震惊什么情况 小岭回答他是个骗子 明明约好一起往生 只有自己死感觉很冤 过了这么多年还是心里不平衡 某天看到那家伙快活潇洒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所以垃圾就该死在垃圾旁边 鹰田一点不在乎死就死了呗 并且向小岭感到抱歉 人生在世就应该允许细皮笑脸的活着 允许忘却过去吧 正因为可以忘记才能继续活下去 现在成了魂环不一样吗 忘了又怎样 随后鹰田拉着小岭回忆过往 没想到蠢惠鹰田用人生态度改变的小岭 只有忘记才能放下一切 难道不是吗 我希望的唯一是每个小岁都 只要每个小岁都在一起踊着 我一直在哪里 我喜欢到这种的小岁的小岁都 都未经常走 我一直在一切 有两封 我只在一切 在一切 有两封 有两封 不会有两封 不一封 我也是一封 老修作为魂黄活了400年 已经不想投胎 以料理为乐 这才是安稳长久过日子的秘诀 最近直播当美食博主 小菜吐槽 人家根本看不到你臭老头还挺前卫 最近连续走了两魂 让小木感到寂寞 樱田突然从背后一把抱住 想要亲亲 然而一切都是幻觉 老修今天做了一顿咖喱盖饭 樱田说起父母小时候双双遇难 小菜懂得多 如果他们怨恨太深 没准已经成为地妇灵 为了让樱田解开心结 一起去熟悉的地方找灵感 就这样两鬼一人组合踏上了旅程 小菜跟八个魂环谈不恋爱 绝对是狠人 但随着时间推移 年龄成为问题 毕竟魂环不会变老 樱田父母都是老师 不管工作还是放假 在他们眼里都只有别的孩子 从那时候起就觉得 约等于没有父母 有次过生日 答应带自己去游乐场 结果公交车出现意外 双双去世 所以脑中一直在想 如果父母真变成地妇灵的话 应该会在前面的游乐场吧 没想到父母还真在这里一直等着 整个气氛既干大又和谐 死后一家三口终于齐聚一堂 但在父母眼里 樱田还是个孩子 互相关心 互相诉说过往 然而以上都是自己脑中幻想 父母还像从前一样默不作声 很快来到午夜十二点 父母一句话都没说 反正见到儿子就能顺利投胎 对樱田来说也算完成一个心愿 四日正好是他死亡第49天 也是投胎率最高的一天 错过的话得等好几年 小木带着他去参加自己的忌日 结果还是那样 又成立场欢乐派对 为此同事没少收红包 小木安慰到 他看起来也挺感谢你的说 小菜也来消费一波 经过50天相处 樱田向小木表白 这种喜欢不夹杂性欲 单纯只是爱 这次应该没有遗憾了吧 老修表示不管投胎变成什么 都不要过于执着 小木打算等女儿长大再离开 四公奶奶说了句 和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樱田吃完饭来到检票口 樱田吃完 人生死亡 大伙主 他才是一天生死亡 我感谢 如果记得无记忆 我们也会找到 印尖投胎档晚 四公奶的中风去世 终于能见到心心念念的老朋友 以后的生活比生前更美好 没过多久 房子即将被拆除 小菜稳如老狗将其买下 大不了以后不去牛郎店 一起开开心心生活 它不香吗 哇 狗狗狗 接触は駄目ですぞ 桜田君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俺は死んじまったぜ